大家好 前几节课我们就讲了梅花的单独的姿态 不同的角度 画出来梅花的形状 还是用朱砂手工 朱砂手工调好以后 我们把几个梅花在枝干上 看是怎么表现的 先把离近的梅花画出来 这是一个离你比较近的 开的比较稍微大一点的 那么你不能一枝上 都是开的那么大 这个稍微半侧一点的 甚至它给你挡住一部分 甚至给你挡住一部分 它挡住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个花菇度 好我们把枝干给画出来 枝干给画出来 等它烧干一下再画蕊丝 画地 先把枝干给画出来 好 再开始点它的这个 花地 浓一点的墨 浓一点的墨 点花地 点它这个 拖一下 用墨拖了一下 这样的好看 开始画蕊丝 蕊丝这个墨不能太 稀 把这蕊丝画一下 把这蕊丝画一下 蕊头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只能看到 这么多了 这么多了 然后呢 好 我们这个 在枝干上的梅花 就画好了 这种 这种 那个 我 对 这种 这种 那种 感谢观看